成長這個發生是不一樣 但你們這個時期是比較長 我們真的問星光二班這三位的話 其實比如說 第一次你們看到彼此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的印象 有沒有 阿妮妳有沒有對誰特別有印象 有 對美甄 美甄啊 妳第一次看到她有什麼感覺 因為那時候聽她唱歌 她唱... 她唱得很好 然後又加上對她的外型 因為她那時候把額頭整個梳起來 所以整個人雖然很小隻 妳有power 我都很油嗎 我都很油跟小隻 就是很有power 好像很有個性的一個小女生這樣 對 如果說真的要去記錄妳們的成長 美甄妳自己覺得 從進入星光大道第一天到畢業 最大的成長是什麼改變 我覺得我最大的成長 就是可以聽取別人的意見 然後再嘗試的改變自己 可是我還是會做我自己 如果有什麼不足的我再去改變 像以前我就不會去理會別人 以前不聽喔 完全不聽 倔強小女孩 真的 對啊 那旁邊那位傻妹 那輩子 比如說妳看到星光傳奇這部電影 其實在講妳自己的故事也在裡面 看到會有什麼特殊的感受 我不敢去看 對 就是裡面會有太多真實的我們 然後怕看了之後 大家對我們的形象會破密什麼的 就想看又害怕這樣 讓神經大條的佩慈都期待又害怕 想必這部電影應該留下不少精采的紀錄 但大學生們都沒拍過紀錄片 他們過去的成長過程 會不會也有值得拍攝下來的有趣故事呢 小兄 不過星光二班來我們當然討論歌曲 在那個時候學生成長時機 影響你們最深的一首歌是什麼 把它寫下來 這個應該很好回答了吧 美貞 孫耀威吧 認識女神好 愛火 還有小虎隊的也有 真的喔 他們真的影響很多人 我小學的時候是聽秋華健的 花心的方向 花心就覺得好好聽喔 我們比較想了解一下李剛導演 你小時候都聽誰的歌啊 什麼藍藍的甜 白白的影響 真的嗎 就是勵志很健康的愛國歌曲 我小學應該是 再小一點 梁三博出音台吧 大家都在聽那個 每個人都會唱嘛 群星會那個時候 對 群星會的時候了 接下類似的情形嗎 就什麼阿魯巴 種草莓這種 我記得高中有一次 我們做過一個比較瘋狂的事情 因為我讀的是男校嘛 那我們就打賭說 可不可能在上課的時候 把一個女校的 女同學帶進來上課 坐在教室裡面 就我們真的做了 就是讓那個女生爬牆 然後一路掩護她 然後坐在那邊 那因為那個老師也 年紀比較大 就一直到下課 她都沒有發現 蛤 這件事情我們印象很深刻 因為很少人做這樣的事情 都是一些叛逆嘛對不對 對 你剛剛導演 其實就是有一點反叛的心 會啊 那個坐弄人或什麼 哪個年代也一樣 我們那個國中的時候也是 下大雨的時候 會拿那個水桶 女生在樓下走的時候 去倒她 因為他們也有撐傘 那就突然水都變得大 但這裡面一定有一位是不會做的 就是林怡蓉 妳應該沒有就是做過比較荒唐 或者是妳知道 離經叛道的事情 那都是出國前做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去了英國之後 整個人就變很乖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很皮 妳小時候整國什麼人 我八歲以前的生活就是可能 就是會欺負男生啊 可能他手放在那裡抽屜那邊 我就把抽屜啪 是不是 然後會拿白白的蟲燒螞蟻啊 這樣子 燒螞蟻 就是拿白白的香 然後跟著朋友一起 就是燒螞蟻 這很壞 真的 小時候 妳好壞 好壞 真的很壞 好像多少都會有一點點壞過 對啊 畢竟有裂根性嘛 對不對 但是怡龍有這麼大的改變 是因為去英國 那你們上了大學以後 有沒有什麼樣比較大的改變呢 跟高中時期不一樣的 有沒有 MICO有沒有